大家好,我是基德 物理老师是不是都跟你们说过 光速是不可能超过的 今天就交给你们三个宇宙大秘 轻松超越光速 看完记得毁灭证据 首先请注意看 中间这个红超巨星叫小胖 在2002年1月6号之前 小胖本是天球轨道附近 暗淡的麒麟座里一颗毫不起眼的小星星 但是 20年前1月6号这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它的亮度突然暴增 达到数百万倍太阳 瞬间成了银河系里最亮的那颗星 变成主角 它翻盘了 如今小胖的光会在方圆七光年的星辰间闪耀 是人类一只最大的恒星之一 直径是太阳的1500倍 从太阳飞到木星才能飞出它的肚子 什么情况 如果我们把天文学家拍的照片依次播放 可以更清楚地观察到它的变化 这是渣了吗 什么爆炸这么厉害 它究竟经历了什么 再把哈勃偷拍它的讲照片放在一起 更惊人的事出现了 仅从02年的5月20号到12月17号 七个月的时间 小胖的光运就从四光连 扩散到了七光连的范围 这个现象叫做回光 诶 发现问题关键了吗 七个月走三光连 这个回光的扩散间超过了光速 达到了光速的2.5倍 出大事了 看过我们之前某期视频的观众可能会说 超光速很简单啊 苏炳天都能超光速 好吧 如果说超光速就是比光跑得快 那确实不难 毕竟很多东西都可以让光速慢下来 这是中国一座核反应堆的内部 蓝色的光是不是很漂亮 怎么来的呢 当高速粒子的速度大于介质中的光速 比光速还快的时候 比如光在水中速度会降低到真空的四分之三 而据说很多粒子 比如电子就超光速了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这种蓝色到紫色的灰光 这就是苏联人发现的 七连科夫辐射现象 还拿了1958年的诺角 这时候有农夫小姐急了 骗我是吧 超光速说的当然是超过真空光速 而不是光当下的速度 OK 这是先明确一下概念 现在说正经的 很多人会说 光速是这个宇宙中最大的速度 是速度的极限 其实不够准确 我觉得更合适的说法是 光速是这个宇宙的默认速度 为什么 因为任何没有固有质量的粒子 都是以光速运动的 而同时有质量的粒子 它们本来也是以光速运动的 在宇宙大爆炸的10的负12次方秒之前 一切粒子都以光速运行 随着温度下降 一种在宇宙中无处不在的西格斯场 让部分粒子开始降速 这种降速 就像你把手伸进水里 感受到阻力 感受到空间 就像鱼进入大海 幼鸟第一次跳下悬崖 粒子也因此被赋予质量 被赋予存在 从这个角度讲 光速可以理解为 我们这个宇宙的一种固有性质 我们宇宙中的现象 只能让物质从光速降下来 却不能超过 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就想问 为什么有万有引力 而没有万有斥力 只能说 这就是本宇宙的基本设定 我们因它而存在 那么现在 小胖被天文学家拍到的 超光速光晕 是什么呢 天文学中有一个专门的词 Superluminal motions 专门研究超光速现象 我就发现 其实光速挺好高低的 什么类星体 超新爆发 中子星相撞 甚至黑洞 有事没事就抄它一下 想抄就抄 比如M87黑洞 不仅本身照片很有名 长尾巴也很特别 你看 左边是年份 下面是长度 平均下来 这尾巴增长速度 能达到6-7倍的光速 也太夸张了 这时候 聪明的农小姐 马上反应过来 不可能啊 不可能黑洞喷点东西 就轻松超光速的 只是看起来这样吧 说对了 大家回忆一下 水波纹荡开的场景 其实我跟你们讲 这个水并没有从中间 往两边移动 水是上下运动的 那个波纹只是幻觉 再打个更简单的比方 我们把太阳系八大行星 排成一线 每个行星上都放一盏灯 然后每间隔一秒 打开一盏 只需要8秒 灯就亮完了 但整体看起来 是不是感觉光 只花了8秒 就穿越了太阳系 但实际上没动 这就是光学 带来的超光速错觉 回光现象就是这样 宇宙中有很多尘埃 恒星超新星发出能量 而这些尘埃里的电子被激发 在签约过程中释放出光子 G2形成各种漂亮的颜色 和激光的原理是一样的 漂亮的星云 也是这个原理 或者说 大家看到的那些美丽宇宙图 基本上都是这样形成的 具体到麒麟座那颗红巨星 我们小胖向外发出能量 然后靠里的星云 先发出光A 靠外的外部星云 后发出光B 但是呢 对地球来说 这个A的距离 却可能要比B远很多 这就可能导致什么结果 就最后A和B 到达地球的时间 差不多 这就又产生超光速幻觉了 包括之前提到的M87黑洞 这类光学幻觉 可以解释于宇宙中 绝大多数超光速的现象 那么问题来了 到底有没有真的真的真的超光速 也有 这事说来简单 就是当光在真空中 以光速运动时 你有没有想过 宇宙空间也在膨胀 光跑了一光年 因为空间膨胀 实际上并不止一光年 也就是说 光本身就在超光速运动 这会导致什么结果 只要一个星系足够远 它和我们相互远离的速度 就超过光速 此时我们永远也看不到那个星系 也就是说 和黑洞一样 人类对宇宙的认知 会存在一个世界世界 世界世界外的东西 永远无法被观察到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些最外围 最遥远的星系 都会一步步离开我们的宇宙 并永远消失 如果宇宙膨胀一直持续 最后我们的宇宙 可能就只剩下一个银河系了 其他星系都消失了 终极孤独 有人可能会说 宇宙膨胀就超光速 这是不是违反相对论呢 不仅没有违反 宇宙膨胀本身 就是相对论的推论 而且这个是很好算的 不需要什么高深知识 邪论创始人都说过 他很惊讶 牛顿本人当时居然没有算出这个结论 因为按牛顿17世纪 当时的知识就完全够了 大家可以试试 假设地球在宇宙中心 然后把宇宙分成一个个正方形的格子 每个点上都有相同质量的天体 然后正方形的边长是变化的 代表宇宙空间的变化 你就哈勃常数 然后代入万有引力的公式去求解 就可以算出哈勃常数 如果你算出来了 说明什么 说明你比牛顿聪明啦 这句不是反讽 牛顿确实没算出来 所以宇宙膨胀本就是相对论的结论 超下光速自然不存在违反 其实这也是广义相对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允许等效超光速 说人话就是 你感觉你超了光速 实际上没有超 超了又没超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广义相对论允许空间本身发生变化 而人类总假设空间不变 所以总感觉光速在被超 再举好理解的例子就是 虫洞通过空间扭曲 把两个很远的点连接 对吧 从外面看 那个人在狠狠地超光速 其实他在超近路 再比如科幻小说里面的曲率引擎 飞船自己是静止的 让周围的空间后退 又狠狠地超光速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广义相对论允许空间变化 这就是第二种超光速的方式 等效超光速 目前最有希望的一条路 大家学会了吗 第三种超光速的方法 就是量子纠缠 这个之前物理诺讲的视频讲过了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 既然量子纠缠可以超光速 虫洞也可以超光速 量子幽灵和空间魔术 作为两种真实可以超光速的方式 有没有一种可能 它们就是同一种东西 同样是之前视频说过 白洞和黑洞通过一个虫洞连接 而两者相互无法区分 都可以叫黑洞 这时候大家想 如果其中一个黑洞的质量增加 另一个黑洞是不是也立刻质量增加 对一个黑洞做的任何事情 都会瞬间传递到另一个黑洞上 它们俩是不是就像在做量子纠缠 也就是说 纠缠和黑洞 不再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事件 它们有着完全相同的TOP学原理 这就是 E2等于EPR 一个由弦论创始人提出的理论 展现了复杂世界表面之下的深层联系 殊途同归 11月30号的时候 自然上的一篇论文 就是科学家用E2等EPR原理 靠量子计算机模拟制造了一个虫洞 说不定 黑洞和量子纠缠 这两个超光速的东西 这两种目前最热门的 尖端物理学现象 真的有着相同的本质 这是我们视频第三次讲的光 我们说过 物理学跟光死磕了几百年 也说过 爱因斯坦用一生去思考 什么是光 我们通过光看到黑洞 也通过光完成验证量子纠缠的实验 光 为什么如此重要 不仅因为它神奇的物理性质 不仅因为它就是宇宙本身 不仅因为它是人类观察世界最重要的方式 还因为我们本就是光 一束白光从太阳而来 经过冰冷宇宙 最终到达地球 然后它被电磁力分解 被折射 爆发出绚烂的色彩 这束光点亮地球 激活生命 呈现出一个多彩的世界 所有人类都自光束而来 拥有复合的底色 最终却色散成不同的性格 绽放出万千种文化 成为一道不可复制的湖光 Mini就继承此种精神 推出了湖光特别版 在车水满龙的城市中 湖光渐变车顶 以光影的闪动和流淌 带来光和希望 两点一线 冷军的建筑 远处的红绿灯 生活中有太多日常 看起来一成不变 下班楼上 冷清的街道 寒潮渐浓 这些年抓住的快乐 也总在手中若隐若现 如果你和我一样 试图在沉闷中找到答案 也不妨就从身边开始 当你按下开关 自由的色彩 即刻在生活中闪耀 方向盘挥镖 附加面板 迎宾踏板 壁柱挥镖 均体现出 弧光的设计元素 由加力清 属于你独一无二的个性 稀有的白色套件 遍布车身 白色车灯外圈 白色车标 白色后视镜 白色门把手 白色油箱盖 车尾同样覆盖 在车身颜色上 弧光特别版 有日不落红 和尤加力清可以选 一个热恋 一个神秘 我会选尤加力清 因为清更少见 其实 我们从来都看不到 世界的万物 我们所看到的 一直就是宇宙的光 或者说 别人也永远无法看清你 他们只能看见你的光 宇宙的光